李正浩,誠意向大馬道歉 歡迎收看3月31號新聞最正點 今天是行動管制令第14天,也就是第二個星期 大家好,我是馬來西亞男孩周冰彥 新聞最正點持續為您報導 正能量新聞,國內新聞 58人出院 衛生總監諾西山宣布大馬新增 140人確診,累積確診達2766人 6人離世 不過,今天也有58人治癒 累積出院537人 全馬慈濟結合志工力量 截至3月30日為止 已經為24家醫院和超過900所的診所 製作了8萬多個面罩 同時,累積超過1000份的蔬食便當 也送到了各個醫院 解決醫務人員的三餐問題 元首邪後半年不拿薪水 國家元首蘇丹阿多拉和國家元首後 東姑阿茲沙阿米納 為了和全馬人民共患難 決定不領取皇家俸禄長達半年 即從2020年3月到8月 一元住原住民 報三餐 受疫情影響 華林烏魯勒共原住民村 89戶村民被逼停工 這對原本收入不高的村民來說 絕對是雪上加霜 華林區國會議員 拿都斯里阿都阿茲得知消息後 馬上給他們送上糧食和物資 解決他們的三餐溫飽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際組主播 陳學生 你好,我是陳學生 馬上為您報導國際新聞 李政浩道歉 台灣時事評論員李政浩24日 在東森電視節目關鍵時刻 發表了扭曲大馬冠病疫情的言論後 引起了大馬網民的轟動 並要求他道歉 他30號晚上在節目上 向大馬公開道歉 同時也稱讚我國的防疫行動 值得全世界學習 意大利出現緩和現象 意大利當局通報 根據最新的數據 雖然病亡的人數持續增加 這幾個星期以來的防鎖措施 可能已經由著 減緩疫情傳播的功效 意大利的封鎖 至少會延長到 4月12日的復活節 金字塔變身警示牌 30號晚上 埃及的胡夫金字塔被照亮 塔身打出 留在家 保護好自己的安全等文字 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警示牌 警示牌上也寫上了 向一線的防疫工作者致敬的話語 從李正浩的事件 相信我們都可以看到 傳遞訊息之前求證的重要性 那麼既然李正浩已經再三道歉 相信他已經知錯了 我們就不要再攻擊他了吧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交回李平言 謝謝 疫情來襲 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樣 擔心接下來有沒有收入 擔心接下來還不還得起這個租金 可是這個世界上 卻有很多的人 連三餐都面對問題 我們要感到知足 因為我們還能吃上一碗熱的泡麵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最重點 我們明天再見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我介紹 可愛放鬆 我會不會變成